大家好,我是阿勇哥 今天我将为各位示范KD涂装版的使用方式 KD涂装版的结构是由原木木皮与甲板贴合而成 接着在KD专业厂房里 以环保的UV漆料涂装上漆 除了保留原木质感外 品质也能更为稳定 产品更是兼具环保与安全 首先我们来介绍涂装版 施做的时候所需要的工具吧 铁锤、美工刀、补土、补土工具、墨斗 缴线工具、强力胶、铁片刷、砂纸、电动修边刀、卷尺、锯台 首先我们用木芯板将柜体雏形组装完成 接着我们将涂装木皮板按照所需要的尺寸裁切 裁切完成后 我们将所需贴合的柜体处以及木皮板的背面进行强力胶的涂布 接着将木皮板与柜体贴合 并用铁锤及木块垫片轻轻敲打 使粘贴面完全紧密结合 再来我们用电动修边刀将侧边多余的木皮板修平 再用补土将侧边处补平 并纱模平整 然后将所需粘贴的柜体处与布织布背面进行强力胶涂布 之后用美工刀裁切所需要粘贴的尺寸 再来将裁切好的布织布粘贴在柜体侧边 再用鸭板粘贴紧密 之后用美工刀将多余的布织布切除之后 再用240号和400号砂纸砂膜 接着上脚线漆 再用800号海绵砂纸轻轻砂膜后 柜体即可完成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介绍墙面的施工方式 首先我们将涂装木皮板依照所需要的尺寸进行裁切 然后将木皮板裁切面用绞线漆上色 静置约10分钟 之后将墙面 木皮板背面 布织布背面进行强力胶涂布 并等待干燥 墙面部分 我们先用卷尺与墨线器进行粘贴位置化剂 完成后 我们用美工刀进行布织布裁切 将布织布粘贴于墙面上 并用压板将布织布粘贴紧密 再把裁切好的木皮板 粘贴于墙面相对应的位置 并用铁锤及木块垫片轻轻敲打 将KD涂装板上的胶膜撕掉 就完成这面墙的制作咯 使用KD涂装板不但可以缩短工时 稳定的高品质 确定的色系 亮度 更可以减少完工前后的认知差异 少了现场喷漆这道程序 更是环保与健康的最佳保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